瑞瑟湘 翔北陆附近的山坡农地 110年地主开挖种茶树 但每逢豪大雨土石冲刷 而下冲击下方居住的住户安全 引发居民担忧 向都会议员以及地方民代陈勤 而现议员林玉芬邀集了包括县府 地方所会代表以及住户地主现场会刊协调 希望尽速改善加强水保措施 三方达成攻势 瑞瑟湘 翔北陆附近山坡农地 从110年地主开挖整地 却酿成土石泥流的灾害 接获社区住户陈勤的现议员林玉芬 趁着议会临时会期间 邀请县政府瑞瑟以及万荣两厢所会代表 以及村长等人直接上山会刊 了解山坡地开挖情况 1241的我让你改善就可以 以前没有申请的 就赶快简易申报数过来就好了 110年社区后方山坡地开挖却酿成灾害 如今地主又开始开挖整地 祝福忧心灾害再度降临 于是向多位现议员以及地方代表陈勤 强烈要求不管是工部门还是地主要尽速改善 这安全很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做 我们现在都已经在那里了 地主也满腹委屈地表示 110年依法申请整地 配合县政府苦茶处种植补助 不料强降与极端气候而酿灾 这一次全程参与线刊 希望工部门协助寻求解决之斗 那土地因为刚好它是农牧用地 那他们就必须按照农牧用地的这个方法 来授予他们的申请案 所以他们也是严格控管 但是最后就是要要求的就是水果管制 所以我请大家彼此体谅 那大家都做好 你看到上面有怎么样觉得有危险 那你也可以通报 可以给议员 拿给中国的县补 历典这边 中国县补的历典这边 在历典那边去办法申请案 然后怎么把水开水都做完善 那整个排水系统可以排到排水楼里面 然后上去区域的历典 就是安全 住户安全以及地主地权 两者该如何权衡 县补农业处除了是要求地主立即补强改善水保 至于山沟排水整治的部分 县补水保局等也将 历典提报改善 第一个就是 我们会去看到的坡度不可以超过三十多 不可以超过三十多 那第二个就是必须分期分区 那因为在农作的一个申请上面 它是可以到两公斤 第三点就是 在施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绝对要要求这个圣经者也就是水保义务人必须做节水沟 跟积水井的部分 那今天的这个会堂当然住户非常担心 但是我也看到申请者心里也很慌说 明明就农牧用地家里也是要点收入 我必须要去申请这个来种 那据我所知就是 它这个地方 它是把原来的这个幼稚园把它砍掉 它要去申请茶树 种苦茶油 来种 那这两个其实都是 保水的 保水就是 所以说保持这个功能性的一个树 另外 其他与会的地方明代也特别建议 日后相关山坡地整地开挖的申请案件尽量实地先刊 精准掌握现地环境 基金讨论缴缴意见 最后三方也达成初步共识 地主表示 近日就会立即施作土体等水保设施 而后续 先议员提案争取山沟排水整治工程计划 碍于年度以及经费等因素 最快明年度可以推动执行 记者十一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一切好